这个就是臭名昭著的KK园区 这是我们当时算全网最早期的高清航拍了 后来因为我们飞而无人机区的同一天 诈骗园区保护伞庙地警察局就被无人机空洗了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所以我们将视频当天就隐藏掉了 在当事人和我们确认了逃跑时间之后 我们这边就即刻研究研究方案和对其进行了远程辅导 并且同时准备出发救援 刚才那些照片是你在 他提供情报我们研究他玩多些吗 我们一直帮他发这些 目前是有三个 他这边有两个我这边有一个 实际上然后因为现在班长这边提供的线索 是他可以在明天的下午三点半去看牙 看牙的过程会从水沟谷的药态前 对所以你已经跟他讲好了撤离的方向方案和计划了 对撤离的路线然后我们怎么接应他已经给他明确好了 风险其实评估了一下 主要是主要的风险其实是他如果渡了河之后 如果被人家追击的话可能是有最大的可能是有风险的 但是风险在他身上不在我们身上 我们这次把风险估遇到最小 就是他人一旦上岸 我们接到他之后立刻报警 然后我们我们立刻移交给他和警方 我们不做任何的协助他过海这些我们都不做 我们直接就移交给他和警方 然后同时我们跟民事宛去报备 然后也同时跟国内的国安系统都报备人 好吧 这条从曼谷到美索六个小时的路我们已经来来回回开了五六次了 那个慢着慢着 导航电一更新啊 我这边导航电是四百二十五公里 五个小时三十五公里 确实是说 我这边四百一十五公里 然后五小时二十分钟 完毕 OK 小队停下 虽然大部分救援都是以失败高中 但是毕竟是一条人命 我们还是再一次和红星的记者们一起出发了 啊 兔子 兔子 什么情况 刚刚是谁的喇叭 看一下群里面 看一下群里面 现在是无线电不能说太多 他说什么 他说一点都我们开始过去 终于在开了五六个小时之后 再一次的抵达了美索 好